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世纪三十年代 在山东泰安 两组珍贵的玉器制品被挖掘出来 它们就是如今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国宝籍文物唐宋玉册 当时玉册出土之时 正是国内风云激荡军阀混战时期 随着预测的出土 有人担心它 有人觊觎它 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一旦预测流失海外 必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然而 就在预测出土不久之后 便突然销声匿迹 仿佛从人间蒸发一般 直到四十多年后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才在世人面前重新出现 那么 这些预测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它们的主人是谁 在消失的四十多年间 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流转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宝迷宗第四部第五集 唐宋预测之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的主题是 唐宋预测之谜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收藏着两组预测 所谓预测又叫预测 一个是仗测的测 一个是正测的测 其实就是用预测制作的检测 这两组预测呀 规格不一样 一组呢 十五检 一组呢 十六检 长度一样 厚度和这个宽度略有不同 上面都刻着字 人们根据这上面的字啊 得知 一组是唐代的 一组是宋代的 面对这两组唐宋的预测 人们不禁要问 这些预测是干什么用的 是什么人制作的 他出土之后 又经历了哪些 显微人知的遭遇呢 这还得从 两组预测的出土说起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 在中原爆发了一场混战 是蒋介石 阎西山 这个冯玉祥三方 在中原大战 又称中原大战 最后这个战争结束呢 蒋方取胜 战争结束之后 蒋介石命令西北军阀 马洪奎 进驻山东太安 人们奇怪了 你和西北军阀 怎么跑山东来了呢 因为这马洪奎啊 他本来是 冯玉祥部下的一军长 1929年 投靠了蒋介石 1930年 冯玉祥严西山联合起来 进攻蒋介石 中原大战爆发 蒋介石就将 马洪奎原部 扩充为十五军 然后命令他为总司令 这马洪奎啊 打起仗来非常卖劲啊 所以中原大战结束 蒋介石就命令 马洪奎啊 进驻山东太安 这马洪奎进到山东太安 成了一方军事长官了 他就想在这个 太安呢 有一个松礼山 在山上 给他阵亡的将士啊 修一座纪念碑 为什么选在这儿 建纪念碑呢 因为这松礼山啊 非常著名 据说这山上啊 修了山神庙 可是连天战火 这山上的山神庙 早没了 所以这马洪奎啊 就决定在这儿 建立纪念碑 他命令手下的工兵 在原来那文风塔的 这废墟上 建立一个纪念碑 当这士兵清理 这文风塔的废墟的时候 发现 这儿的土怎么是五种颜色 士兵们没见过呀 哪来的土会五种颜色呢 他们哪里知道 这原来就是历代帝王在这里祭祀地起的地方啊 这是祭坛啊 但是士兵虽然没文化 不知道旧理 但是他知道五种颜色的土底下一定有宝贝 就继续挖 果真连续挖出了两个金盒子 金盒子打开之后 里边装着两个玉石座的预测 这马洪奎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赶到现场 拿起这金盒子 小心翼翼地打开 看着这两间玉石座的预测 他也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 从直观上看 金子制作的盒子 放着精美的玉石座的预测 一定是宝贝 立刻下令 给我送到我住处去 不久之后 这马洪奎呀 就带着这两个金盒子 中装的预测呢 就来到了当时的北平 找了两个资深的古董商人 和一个专门研究文物的专家 让他们三个人 鉴定鉴定这个宝贝 到底值多少钱 这三个人面对这两卷预测 惊了 就用怀疑的眼光 就问这马洪奎 你这东西哪来的 马洪奎就解释了 这个东西的来路 这三个人面面相去 马洪奎就问 这东西值钱吗 一个古董商说 当然值钱了 马洪奎又问 值多少钱呢 这三人不吭声 两个古董商看着这个 文武专家 文武专家 轻轻地吐出四个字 无价之宝 看着马洪奎一脸的困惑 或者这个考古专家 就给马洪奎细细地讲起 这两卷预测的来路和价值 考古专家告诉马洪奎 这个东西叫预测 它是专门用来 皇帝或者历代帝王 祭祀天地的时候 祭祀地起的奠基礼用的 上面写上纪文 埋在地下的 人们又不解了 挺好的玉石写上字 干嘛埋在地下呢 这就得说说 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 叫封善大典 所谓封善大典 就是古代帝王 向天地表达感谢护佑之恩 陈述自己治国有方 理政有道 以其得到天地认可 而举行的一种盛大的祭祀仪式 在封善大典中 帝王向天地承报的文书 称为预测 而预测的内容 主要是向天地感恩 祈福并歌颂自己的功德 那么马洪魁士兵 从祭坛下挖出的 这两卷预测 究竟是哪位皇帝 举行封善大典时使用的 在他们的背后 都发生了哪些 风云激荡的历史故事呢 所谓封善是两种仪式的统称 封就是登到泰山顶上 大建祭坛 祭祀天神 善就是在泰山脚下 打理一块干净的土地 建立祭坛 祭祀地旗 这封善的仪式 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古代 但是只有古代的帝王 才有资格举行风扇仪式 那么又问了 该古代帝王 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仪式呢 祭祀天地的仪式 以求得上天神明的宽恕 谅解和支持 这就是祭祀天地 或者叫风扇大典的来源 那么又问了 你说这风扇大典 为什么选择在泰山之上 我们中国古代 有一个说法 就是东方主生 主生既是生命的诞生的源头 又是对生命的主宰 所以就在泰山上 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 东方象征着新生 一代新王朝的建立 一代新军的登基 都到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宣扬自己的功德 得到上天的支持 久而久之形成惯例 当然不是所有帝王 都有资格登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的 往往是一代开国之君 或者是建立了 丰功伟业的君主 所以几千年的 中国古代的帝制 产生了几百个帝王 仅仅有六个皇帝 举行了登泰山的风扇大典 比如秦始皇一统天下 举行了风扇大典 再比如汉武帝 结束了多年的编幻 所以他举行了风扇大典 再比如唐高宗 建立了永辉之治 他也举行了风扇大典 总之啊 必须建立丰功伟级的帝王 才有资格到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 这风扇大典呢 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 甚至超过了皇帝的登基大典 在这个风扇大典中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就是大典开始前 有一个奠基仪式 也就是祭祀地祈 那么要把这个 玉石制作的这个祭文 埋在祭坛下 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古人很迷信啊 认为玉石是通神明的 所以写在玉石上的祭文 就通过这玉石埋在地下 就可以与神明沟通了 可是这个仪式啊 举行得非常隐秘 往往很少人在场 因为那祭文呢 表达的都是皇帝内心的意愿 那么只见文字记载 却谁也没有见到过史证 谁也没见到过证据 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个仪式 究竟有没有埋在地下的 玉石的记文 谁也说不清楚 久而久之有人甚至怀疑 此事的真实性 比如清代有一位诗人 叫张全 他在泰山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诗句 《莽荡天风万里吹》 金简预测至今仪 意思是时光流转历史变迁 这金简预测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呢 大家不要说怀疑 可是当这个考古专家 和这两个古董商人 面对马洪奎的士兵 从这个祭坛底下挖出的 这两卷预测 大家相信了 此事是历史真实 那么马洪奎士兵 从祭坛下挖出的这两卷预测 究竟是哪朝哪代的呢 究竟是哪位皇帝 举行风扇大典使用的呢 我们先看这个规格略大的 这组预测一共有15简构成 每简长29.5厘米 宽3厘米厚1厘米 一共135个字 这135个字的记文 用历书体写成 在整个记文的末尾 有两个公正的楷书字 龙基 因此专家推断 此预测是唐代的 而且是皇帝 唐玄宗 所使用的预测 为什么这么推断呢 因为唐玄宗 他的名字叫 李隆基 说起唐玄宗啊 他继位是公元的 712年 他继位之后呢 就是开元年间 治理国家 很有办法 所以在他前几代皇帝的 这基础之上 创造了开元盛世 大唐王朝一片繁荣 那么他手下有一个宰相 叫张月 就劝皇帝 天下如此的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建议您登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 以歌颂 这大唐的盛事吧 可是被这唐玄宗啊 一口就拒绝了 怎么劝都不答应 这大臣们就纳闷 你说这种好事 说皇帝为什么不答应呢 就在猜 说这皇帝心中到底怎么想 因为皇帝都喜欢 自己有机会登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的 那么这会儿大臣居然建议 他为什么不接受呢 一天早朝 皇帝来之前 这帮子大臣又开始猜了 有一位大臣猜啊 说啊 这高中时期 就举行了风扇大典 这才过去没多少年 那次大典举行得非常的隆重 时间相隔不久 所以就不便再举行了 可是张月却反驳说 你说错了 当今陛下那叫谦让 他是在找更好的借口 等着看 一定会同意举行风扇大典的 果真这皇帝的心思 被张月拆了个正轴 就在这一天 皇帝一上朝 马上就颁布了诏书 在这诏书中啊 皇帝就表示 我们唐朝啊 在上天的忽悠之下建立了 在高祖和太宗的这个 宏图和伟业的引领之下 我们大唐有了今天的繁荣 我呢以微不足道之身 继承了这个皇帝的外制 我无论对上天还对祖先 都有一种感恩之心 我要继承这古代传下来的风扇的传统 允许登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这赵书啊不但准许了进行风扇大典 还确定了日期 又任命张月为风扇大典的特使 而且强调要立行节约 不要伤命 并且责列和张月啊 和各部门协作 协商 先制定好程序 立好规矩 尤其是在大典过程中 这个治安保卫工作要做好 大臣们接到了这个 赵书之后啊 就开始具体地进入了准备阶段 唐玄宗李隆基 是唐朝的第九位皇帝 他英武果断 治国有方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 公元725年 唐玄宗在泰山举行了风扇大典 这是历史上 即秦始皇 汉武帝 汉光武帝 唐高宗之后 第五次在泰山举行的风扇大典 其实 自古以来风扇大典都大同小异 然而 唐玄宗的这次风扇大典 却十分于众不同 那么 这次泰山风扇究竟是怎样的 唐玄宗在预测上 都写了哪些内容呢 可是大臣们在筹备 大典的过程中 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这个大典的保卫工作上 因为这要涉及到部队的调动了 从长安出发到这个泰安 这直线距离就是1800华里 那实际距离至少2000华里 这么漫长的路途 沿途都得重兵把守 整个皇帝的这个行程过程中 也得有重兵保护 那如果皇帝带着这些大军 从长安出发奔山东太安而来 那京城必定空虚 这个时候北边的这个突厥 如果趁虚而入怎么办 因为当时在开元年间 这突厥还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所以这个张岳就建议 在中原一带调动一些精锐的部队 预先到北部边界 做好防范 那么这个建议呢 得到了一些大臣的赞同 这个时候裴光廷站出来表示反对 他说皇帝举行风扇大典 这是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的表示 你这会儿调动大军北上 必然会引来人心惶惶 边境这个矛盾 这与风扇大典的精神是违背的 再说了 人家突厥人 已经向我们大唐朝表示和好了 你这会儿派大军压境 必然引来突厥人的不满 反而激化矛盾 许多大臣都觉得裴光廷的观点 是对的表示赞同 可是这张岳就提出了反对 他说突厥人是不讲信誉的 尤其是现在突厥的首领叫小沙 而这个人很有权术 很有谋略 而且有野心 他手下的文臣各个能谋善断 他手下的武将各个能整善战 如果他得知 皇帝带着大军去泰山风扇了 京城空虚 他发兵南下怎么办 没人反不得了 这个张岳陷入了沉默 这个时候裴光廷站起来说 有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反向当年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举行风扇大典 招来了百计 波斯等等国家的使臣 一起登泰山 我们何不仿效高宗皇帝 把突厥的使臣也招来呢 如果小沙愿意跟大唐王朝 保持友好关系 他就一定会派使臣来大唐 跟皇帝一起登泰山 那么他把使臣派来 和皇帝一起登泰山举行风扇大典 他还会发兵进攻大唐吗 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好 张岳也认为这是个万全之策 于是立刻上奏皇帝 请求皇帝一派 大臣元振 出使突厥 可是这个元振呢 在出使突厥的过程中 由于出言不慎 差点惹出大麻烦了 那他说什么了呢 元振来到突厥的领地 突厥首领小沙 盛情款待 按照这个使节的礼仪 款待这个元振 九国三巡 元振向小沙表述了 他此行的来意 可是小沙不接话题 却抱怨说 说吐蕃人不怎么样 你们唐朝跟他结亲 是吧 这启丹人是我们突厥人的家奴 你们也跟他们结亲 可是我们突厥人 提了多少次 要和唐朝结亲 却都被你们拒绝了 怎么的呀 是歧视我们 比受我们突厥人呢 这个元振呢 要么就是酒货多了 要么就是考虑问题不慎 接个话题之后 马上反驳说 你是可汗啊 你跟我们唐朝皇帝 是父子关系 那怎么能结亲呢 这话说完之后 这小沙就站起来了 强忍住愤怒 没法做 他总觉得元振的话 没道理 可又没法反驳 一怒之下 转身离去了 呦 生气了 这元振心想 这把小沙得罪了 不会把我杀了吧 杀了我是小事 耽误皇帝风扇大点 那就大了 他联盟问这 继续留在那 陪着喝酒的大臣们说 你们这可汗 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让他说明白 我们好想办法解决呀 这下大臣也不知道 小沙到底什么意图 联盟又把小沙请回来了 小沙怒气未消 但是出去转一圈 问题想清楚了 回来就对这个 元振说了 说这个吐蕃 这启丹 都是你们大唐朝赐的姓 对吧 跟你们也是这种父子关系 他们怎么就能够结亲呢 你还别说 多人小沙说的有道理 这个和亲啊 娶的都是唐朝的公主 虽然称可汗是父子关系 无非就是把父子关系 变成了翁婿关系 怎么就不能结亲呢 所以我就说 这元振脑子糊涂了 说话没过脑子 小沙把这话一表述 元振也明白自己说话说错了 马上道歉 可汗啊 你放心 我这次回去 一定启咒陛下 让你了这个心愿 这一下小沙不生气了 开始喝酒 喝得挺高兴 就承诺 派使者参加 唐宣宗皇帝的这个风扇大典 这一下这元振呢 哎呀 如释重负啊 好 这小沙既然答应了派使者 参加风扇大典 这北部变换的问题 就解决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一切准备 停荡了 皇帝啊 带着他的建军 带着他的这个各国的使节 带着文武百官 好好当当 就来到了这个山东泰安 举行风扇大典 其实自古以来 这风扇大典都大同小异 可是 唐玄宗的风扇大典 跟历代皇帝比起来 不一样 主要两点不同 第一点呢 就像他的这个诏书中写的那样 历代皇帝的风扇 都是歌颂自己的功德 而唐玄宗不是 唐玄宗是表达一种感恩之情 上天的护佑 祖先的功德 自己是渺小的 这就不一样 第二个不同是呢 就是过去这个风扇开始 不是有一个奠基仪式 就是祭司地起嘛 要把这个玉侧 这祭文呢 埋在地下 而且非常谦卑的 跪取玉侧 放入金匣 然后合上之后 捆上金绳 埋在土里 盖上五色土 再搭上柴火 点燃了柴火 香烟鸟鸟鸟 这个祭文呢 就通过这烟呢 就让天神知道了 这个过程啊 都是相对比较神秘的 所以当这个唐玄宗 要举行这个奠基 这个仪式的时候呢 他手下一个大臣 叫贺之章 他就问贺之章 这为什么历代的帝王 都把这个祭文 埋在地下 不公之于众呢 贺之章就解释了 你说这历代帝王啊 他们祭祀的时候啊 都有自己的内心想法 甚至想成仙 甚至想长命百岁 地位永固 还有一些 难以启齿的意愿 所以那叫许愿 所以不能公布啊 唐玄宗说不行 我这祭文先发布 然后再埋 其他大臣马上劝 陛下一旦公布 就不灵验了 我不在乎 在皇帝的坚持之下 这唐玄宗的祭文呢 公布天下 然后再埋在土里 仅从这两条可以看出 唐玄宗 无论是境界和规格 都比历代帝王高出一筹 马洪辉手下士兵发现的 另外一组预测 指地是闪玄 此组预测共16件 长度是29.5厘米 宽度是2厘米 厚度是0.75厘米 在这16件 这个预测上 一共有227个字 字体是凯书 专家通过这个 祭文的内容推断 这个预测 是宋真宗祭祀地区使用的 国历史上 举行风扇的帝王 屈致可数 能举行风扇的帝王与时代 一定在这一王朝的 发展过程中 乃至在古代发展史上 有着重大的影响 然而 在几位风扇的皇帝中 宋真宗 却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因为在后世的 很多史料中 都把他的这次风扇 称之为一场闹剧 那么 宋真宗泰山风扇的 来龙去脉 究竟是怎样的 为什么他成为 中国历史上 泰山风扇的 最后一位皇帝 时间相距 两百多年的 唐宋两代预测 最终又是如何相遇的呢 请继续收看 唐宋预测之谜 说起这宋真宗啊 他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个到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的皇帝 所以这一份预测 意义很重大 说起这宋真宗 他举行这风扇大典 可费了一番周折 这话就得从这个 北宋初年说起了 北宋初年的雍兮年间 这会儿的皇帝是赵光义 有一天宋太宗赵光义 在殿内批阅奏章的时候 一位太监乘上了一组预测 赵光义看了之后 哇 晶莹与润 太好了 字体是历书 纪文下有一个落款 两个凯书字龙基 赵光义知道 这个预测 是唐宋宋李龙基的 他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唐代的预测落在他手上 老天爷是在暗示 他跟唐宣宗一样 英明神武 手捧着预测 爱不束手 于是就把这预测 收藏到了内府 这宋太宗死后 他儿子赵恒继位 就是宋真宗 这位宋真宗 比起他父亲和他大掰 那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尤其在军事上表现得非常的懦弱 比如1004年 辽国大举南下进攻北宋 宋军奋起反抗 开始是互有输赢 到了战争的末期的时候 这辽军的主帅战死 整个战争的局势 向有意于宋朝方向转化了 这个时候辽国提出要和平 结果宋真宗为敌切战 接受了这个和谈 条件非常苛刻 真叫丧权辱国 为什么 这辽国提出要宋朝 每年付给他十万两银子 二十万匹薄 宋真宗答应了 这就叫禅渊之盟 通过禅渊之盟 虽然建立了和平 而且这和平一直持续了很久 但是当时舆论 对这个宋真宗啊 那是各种各样的否定 诟病 不觉于耳 所以宋真宗非常郁闷 亲情不好 有一天呢 就来到了内府的珍宝馆 诶 看到了一组预测 哎呦 光洁欲润 挺好 他欣赏的时候 旁边一个大臣 趁机就说了 陛下 您何不也举行一次风扇大典 以壮武皇威风 让那些人比嘴 诶 这个建议好 宋真宗决定 他也要举行风扇大典 可是人家风扇大典 要么开国之军 要么建功立业 您可好 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禅渊之盟 您这会儿举行风扇大典 那岂不是 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怎么才能服人呢 这宋真宗啊 决心以下 非要举行风扇大典不可 动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 大臣中很多人反对啊 他就花钱贿赂他们 买同他们 让他们同意 另一方面呢 有命人写了一份天书啊 趁着夜深人静呢 挂在这个皇宫的这个屋檐上 说是天将天书 上天要责承我去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 然后花钱雇老百姓 上朝廷请愿 要求皇帝举行风扇大典 这叫人为的制造舆论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 这宋真宗觉得 风扇大典的这条件成熟了 各方面准备完备了 他也登泰山 举行风扇大典 为了使自己这次风扇大典 更加的神圣 表示他更有敬畏感 他就把这唐玄宗的预测 事先呢 埋在的祭坛底下 等他祭祀的时候呢 再把他的预测呢 放在唐玄宗预测的上边 就这样 唐宋两代预测呢 就叠在了一起 宋真宗这个祭文呢 粉饰太平 歌颂自己 夸自己功德 比起唐玄宗 不在一个这个层次上 总之 经过他的种种努力 破费周折 他自编自导的 这一场风扇闹剧 总算是举行了 一转眼到楼 明洪武年间 一场大雨啊 把宋真宗的预测 冲了出来 被一个山民捡到的 献给了地方政府 这地方政府又献给朝廷 这朝廷啊 就拿给了这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 宋真宗的这个预测 可是这朱元璋啊 既不向这个赵光毅 把他作为宝贝收藏 也不向赵恒 借着这个预测 给自个儿也举行一次 风扇大典 他没有 他下令 重修了宋真宗 祭祀天地那个祭坛 然后把这个宋代的预测呢 重新埋在了祭坛的底下 可是让这个 朱元璋万万没有料到的 六百多年之后 这唐宋两代预测 同时被马洪辉的士兵挖掘出土 这马洪辉听完专家的介绍之后 哎呦 非常的高兴啊 没想到我无意之中 得到如此珍贵的两件国宝 从此对发现唐宋预测的事情是 守口如瓶 拒不承认 他知道如果这消息传出去 会有多少人寄予啊 多少人会垂涎欲得呀 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直里包不住火 这消息还是走漏了 很快马洪辉得到唐宋预测的消息 就传开了 说山东泰安 经线唐宋预测 把这马洪辉手下士兵 发现唐宋预测的过程 做了详细报道 这消息传开之后 一时间各种人都开始 纷纷找这马洪辉啊 出各种价格要收买 还有一些权贵 也找马洪辉要 讹马洪辉 想从马洪辉手中 夺取这个唐宋预测 还有一些爱国人士 建议马洪辉 把这唐宋预测呀 献给国家 可是无论是谁打听 谁问 马洪辉坚决地不承认 一概否认 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么在马洪辉的否认之下 谁也没有见过唐宋预测 从此唐宋预测失踪了 杳无音讯 有人就开始猜了 有人说 这马洪辉呀 把这预测呀 卖给美国人了 赚了二百万大洋 还有人说 抗战期间 这唐宋预测呀 被日本特务偷走了 其实这都是传说 这唐宋预测呀 被马洪辉居为居有 一直收藏在自己身边 1949年9月 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 这马洪辉也跟到了台湾 这预测呀 也就带到了台湾 1950年 马洪辉到美国治病 又派人把这个预测呀 带到了美国洛杉矶 在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收藏 1970年 马洪辉去世了 临死前马洪辉留下遗嘱 要让这预测回归祖国 所以第二年 马洪辉的妻子 带着这预测 回到了祖国 但是 由于当时的海峡两岸的 这种关系 以及马洪辉的身份 他妻子只能把这预测 带到中国的台北 所以唐宋预测现在 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好了 唐宋预测之谜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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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